春节廉假后开工,清洁队员是忙得不可开交 而花莲市民代表会主席李正伟率领了多位的市民代表 特别前往花莲市清洁队 颁证加菜金还有手摇杯的饮料 慰绕清洁队员辛劳 市长温佳燕代表接受 也回证感谢壮 感谢主席还有全体代表们对清洁队员的关心 花莲市民代表会主席李正伟 副主席黄达翔还有多位的市民代表 在春节开工之后带了慰问品和加菜金 前往花莲市清洁队 向致力维护市容环境的清洁队员们表达感谢 因为过年年假期间有相当多的垃圾 会让我们花莲市的清洁队员业务繁忙 在年假过后 正伟跟我们代表会所有的同仁 一起来慰问我们清洁队员 感谢他们在年假期间的辛劳 也期盼往后我们的市民 也尽量的来做好垃圾分类 让我们花莲市的热射量能减低 市长魏家彦协同清洁队长吴庆展向代表会致谢 感谢代表们对队员的关心 今天非常感谢我们花莲市民代表会 我们的李正伟主席黄达翔副主席 以及我们所有到场的所有代表们 今天非常感谢他们 我们的主席跟副主席所有代表 也制装我们的加菜金 跟150杯的一个饮料 那也希望我们清洁队在这个年节 比较劳碌的过程 能给他们加菜 那也买了很多的饮料 给我们队员补充一下体力 那在这边也要谢谢 我们的代表会长期以来 对我们清洁队的一个关心 那再次的感谢我们的主席 跟副主席以及全体的代表 冰凉凉的饮料和丰厚的加菜金 让队员们感受到关怀及肯定 并且更有动力持续维护家园环境 市长卫家宴也呼吁民众 要落实垃圾分类和减量 共同为环境永续尽一份心力 记得徐立琴华联士报导